各位中午好 欢迎大臣凤凰五件专列 我是李亚倩 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 德国经济部发言人在2号表示 德国不想仿效美国禁止华为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生产的产品 将继续的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相关决定 在美国早前宣布禁止进口和销售中国多家企业的电信设备 称这些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后 德国政府面对要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采取行动的压力 德国经济部发言人2号就表明不想仿效美国一刀切的做法 强调会继续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根据路透社1号掌握到的德国经济部战略文件 当局建议提高对使用部分国家零部件的审查水平 且因禁止来自专制国家的供应商 为本国电信等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零件和产品 针对有关报道 华为表示 网络使用安全与否和供应商来自的国家无关 想要确保使用安全 只能透过各产业和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 来设立一套全球标准 对于美国早前宣布禁止进口和销售中国电信商设备 中国商务部已表明 坚决反对美方一再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恶意打压中国企业 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作法 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 中方也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战事持续 东部以及南部的前线轰炸不停 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攻击民用设施 导致平民伤亡 另一方面 俄军宣布马上就能夺下路干斯克地区的一个乌控村庄 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秋湖伊夫 有村落邻近午夜遭俄军炮击 当地一栋住宅楼被一枚S300导弹击中 顶部两层都发生坍塌 瓦利碎片将整栋楼团团围住 据报有两人受伤 连夜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哈尔科夫地方当局正着手收起俄罗斯的来袭导弹残骸或碎片 以便在日后呈上国际法庭作为证据 调查人员会在每件俄罗斯武器上详细标记袭击发生的地点日期 据悉整个哈尔科夫有几个类似的秘密储存点 另一边 乌东地区俄控顿涅茨克市在2号同样撒炮击 受损的多位街边商户 有三名平民死亡 顿涅茨克清额领袖普希林到现场了解情况 并斥责乌方针对非军事目标 随着俄军躲下巴赫木特周边的几个村庄 乌东地区的战斗再次进入白阵华 在巴赫木特前线的乌军表示 俄军近期加强了无人机活动 不过乌军称 无人机都尽数被乌军击落 而从俄军的装备以及作战表现来看 他们并非经过专业训练的军事人员 采用的战略混乱且绝望 俄媒则发布视频 指俄军冲住卢干斯克地区的一个乌孔村庄 新卧舍利夫斯克与参与乌军交战 视频中俄军声称很快能拿下这个村庄 背景不时传出爆炸射击的声音 乌军方指出 俄军二号沿街出现 共计队乌方阵地发动13次空袭 并对顿涅茨克、蒂涅波罗、扎波罗热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 发动四次导弹袭击 乌方并指 俄方放火烧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所学校 计划嫁获乌军 乌军方日前曾表示 俄军正从蒂涅伯河左岸城镇撤出部分军队 并宣布从3号起 让行动不变者一并撤离 地方请俄当局开通热线 帮助那些想离开的平民 不过有乌官员二号表示 俄军在梅利托波尔的人数返了舰长 他们封锁整座城市 设下检查点搜查来往的汽车 放回是综合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表示 冬季的供电供暖 不能单靠室内所设置的 400多个无地中心救援点 那么民众也应该要为 接下来做好一些准备 随时的要来进行转移 而万一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断电情况 可能就得要暂停室内的部分交通 我现在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 一个电车的终点站 我的身后可以看到他们这个电车 之前这个电车是大概每五分钟 都有一班的 但是因为现在要省电 电车来的班次也是变得少了 所以民众的等待时间也会增长 这个电车呢 坐到哪里都是八个格里夫纳 就是大约等于美金两毛五分钱 价格还是非常的便宜的 那么坐公交车的话呢 就要双倍大概是五毛钱左右 所以这个电车呢 还是很受基辅人民的欢迎的 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等待的人 那么60岁以上的老人呢 坐电车和坐地铁呢 也都是免费的 今天基辅又降温了 大概今天早上是零下五度左右 体感又零下八度了 可以看到呢 接下来的这个用电的情况 还是会非常的严峻 基辅市长就说呢 冬季到来用电量的问题 也会显著的上升 短时间要解决这个 整个城市的供电问题 是非常困难的 昨天在基辅安全论坛上呢 又讨论了说 之前泽连斯基指责他 做的力度还不够的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锅呢 他不背 因为他的市政府 已经在24小时的不间断的工作 努力的解决室内的供电 供暖问题 但是万一形势真的严峻起来的话呢 不能就靠那400多个 无敌中心来救援 因为基辅啊 有350万的居民 这个还是远远的不够的 但是他可以保证的就是呢 基辅不会完全的断电 室内呢 正在安排一些小型的锅炉 可以小规模的 给附近的居民供暖 创造一个可以生存下来的环境 他也呼吁说居民要做好 一个多手的准备 如果再遭到打击 断裂的情况的话呢 可能要考虑就是出城外去赞助一下 目前基辅的医院 都是备有柴油发电机 但是消耗也是很大的 一家医院每个小时 就要消耗100升的柴油 一天就是2400升 乌克兰的能源公司也表示说 现在煤炭的储备呢 应该是够过一个冬天的了 但是急需变压器来修复网络 他们也会修建更多的一些设施 来存存储那个设备 如果情况需要的话 可能会暂停一些的公共交通 比如说电能的公交车和这个电车 可能就要暂停了 能源公司说呢 会尽力的确保这个供电的公平性 但是也希望人民和他们一起 并肩作战来度过这场能源危机 以上就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备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现场报道 位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乌克兰大使馆 在2号是再次收到了一个 带有血迹的可疑邮件 西班牙警方在事发之后就封锁了大使馆 而乌方起后也证实乌克兰驻欧盟多国的使领馆 都有收到多个带有血迹的可疑包裹 乌外交部长 克里巴就表示 至今已经收到了17起 油件炸弹或者是恐吓信件的事件 此外 乌方驻欧盟多国的使领馆 也同样收到了多个带有血迹的可疑包裹 包括有乌克兰驻匈牙利 荷兰 波兰 克罗地亚 以及意大利的大使馆 还有驻意大利纳布勒斯 波兰克拉科夫 以及捷克 布尔诺的使领馆 乌克兰驻马德里大使馆 2号收到一个装有动物眼睛的带血包裹 警方随后封锁了大使馆 并用嗅探犬进行搜查 经派往现场的专家小组证实 包裹内没有发现爆炸物 警方还在继续跟进调查 西班牙内众部称 这个包裹可能是寄往欧洲 其他大使馆的邮件链的一部分 此前 西班牙多个部门共计 已收到六封带有爆炸物和易燃物的可疑邮件 其中乌克兰驻西班牙大使馆 11月30号收到的邮件曾发生爆炸 导致一人受伤 另外 乌克兰外交部在2号发表声明称 乌方驻欧盟多国的使领馆 也收到多个带有血迹的可疑包裹 包括乌克兰驻匈牙利 荷兰 波兰 克罗地亚和意大利的大使馆 以及驻意大利纳布勒斯 波兰克拉科夫和捷克布尔诺的领事馆 对此 乌方当局将其描述为一场 有针对性的精心策划的恐怖行动 目前 多国警方正在调查包裹的来源和内容物 乌克兰所有大使馆和领事馆 也均加强了安全措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今日和罗斯电视台报道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利日前市表示 从乌克兰流入黑市的小型武器 加剧了非洲 萨克勒地区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威胁 报道说 布哈利在11月29号是在阿布甲主持的 炸德湖盆地委员会首脑会议 他指出 乌克兰出土地区流出的武器弹药 大量的流入到了炸德湖地 而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地区等于是助长了 像是伯克圣地等极端组织的企业 区内各国政府现在正在安置远先逃离的难民 但是黑市武器的泛滥 为安置工作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更是让尼日利亚、炸德、尼日 以及卡麦隆等国的武装部队 是更难应对炸德湖盆地的武装分子 七国集团G7及澳大利亚2号则是发表声明 决定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 设定为每桶60美元 至于欧盟成员国已经就有关的价格上限达成共识 但是协议还是经过书面程序才能够正式批准 七国集团及澳大利亚的声明称 作为限价联盟的积极成员 双方与2号达成共识 根据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决定 将俄罗斯原产石油的最高价格定为每桶60美元 有关限价政策将于5号或之后不久生效 欧盟轮值主席国杰克当天较早前宣布 欧盟成员国已就对俄海运石油出口设置价格上限达成协议 同意对俄石油设置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 而协议仍需经过书面程序正式批准 相关细节将于4号公布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价格上限将令俄罗斯国家收入受到严重打击 有助稳定全球能源价格 使全球新兴经济体受益 又指价格上限将随着时间进行调整 以应对市场发展 美国财长耶伦就表示设定俄油价格上限将立即切断俄罗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并保持全球能源供应稳定 措施也将有利于新兴市场和中低收入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首当其冲受到能源食品价格高企的冲击 白宫官员强调 措施目标并不是全面切断俄罗斯石油出口 美媒还引述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 每桶60美元的价格水平已经够高 足以吸引俄罗斯维持石油供应 又认为措施将令俄油打折变得制度化 不过俄方早前警告 将不会向对俄石油实施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 称限价计划只会导致油价像天然气价格一样飙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一节新闻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欧洲水门事件发酵 欧盟14国涉嫌非法监听 英国保守党在选区议席补选中惨败 苏纳克面临新考验 欢迎回来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设林滕河调研部 并将办起悼念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 周五印度哈萨克斯坦驻纽约总领事 华美协境社总裁等社会各界人士前来调言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设置灵堂 并将办起悼念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 灵堂内庄严肃目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书写沉痛悼念江泽民同志 横幅下方是江泽民同志的遗像 周五纽约社会各界人士前来调研 印度哈萨克斯坦驻纽约总领事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会长埃里奥特 华美协境社总裁赫志明等前来默哀鞠躬 并在调研部上留言表达了他们的哀悼 周四纽约联合国大会总部 也为江泽民逝世举行了默哀仪式 凤凰卫视陈飞飞姚一伟纽约报道 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后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设立纪念灵堂 几天来中国驻墨西哥使馆馆员和工作人员 墨西哥外交部官员 越南驻墨西哥大使等多国外交官员 以及旅居当地的华侨华人代表 前往调研 江泽民逝世后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第一时间举行悼念活动 并且设立灵堂 在驻清桥大使的率领下 全体管员和工作人员参加了集体悼念仪式 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长德尔加多一号前往使馆灵堂 对江泽民逝世表示哀悼 并且在留言不上留言 越南驻墨西哥大使阮恒男 于二号到中国驻墨使馆进行悼念并且留言 在周四举办的线上活动中 墨西哥参议员前议长科尔德罗在讲话中 表达了对江泽民逝世的深切哀悼 周五旅居当地的华侨华人代表 也到使馆举行调业活动 他们表示 在一代又一代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 中国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要化悲痛为力量 将主击国建设得更好 风华卫视江美军墨西哥城报道 中美关系台海局势 是今年乡山论坛上的热门话题 中美专家认为台海局势令人担忧 但是中美两国元首实现面对面会晤之后 期待中美回到谈判轨道 美国驻华五官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前最大挑战是发生危机时 如何保持对话 美方愿意进行对话 美国窥西国家事务研究所 东亚项目首席主任迈克尔史文 在北京相产论坛上谈到台湾问题 认为现在的局势已经发展到 令人担忧的边缘 中美要关注气候变化等真正的威胁 进行更多的合作 美国驻华大使馆五官史密斯忠孝 在相差论坛上接受采访 谈到当前的中美关系 他说台海问题的最大挑战是面临冲突危机时 如何保持对话 香港中文大学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谈到台湾问题时强调美方要知道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是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 郑永年说任何国家 都是自私的可以竞争 但是合作是必须的 尤其是国际问题 当前环境下 中美两国完全管控分级有难度 但是在元首会晤之后 值得期待中美双方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 凤凰卫视 火卫委 刘家号 北京报道 当地时间二号 美国空军首次的公开展示 B-21突袭者隐形战略轰炸机 节目仪式在研制B-21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是位于在加州的帕姆戴尔工厂举行 诺斯罗普格鲁曼是将B-21称为是飞机技术和发展的代际跨越 声称它是可以帮助美国空军突破世界上最强硬的防御 进行精准打击 本次的节目仪式标志着 自1988年B-21轰炸机以来 美国30多年来首次有新型轰炸机亮相 与B-21相比 B-21的尺寸略小 有效在核也相应减少 但是可以执行核打击任务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节目仪式 日本将在年底前确定新的防卫政策 执政联盟的实务级会议2号决定 日本可以拥有反击能力 这不会违反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政策 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政务召开第9次加强防卫能力的实务会议 两党达成共识 日本可以拥有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 执政联盟认为 只要符合日本行使自卫权的三个条件 为防止日本被他国攻击 可以在敌方动手开始武力攻击时 行使必要最小限度的反击能力 不过执政联盟的会议仅仅表示 为让日本不受他国攻击 自卫队可以反击敌方的军事目标 但并没有出示行使反击能力的具体对象 而日本若行使反击能力 需要由内阁决定应对方针 并获得国会同意 日本政府称 反击能力不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即便日本没有直接受到攻击 但若盟国美国遭到武力攻击 日本也可以发动集体自卫权 行使反击能力 日本首相安定文雄中午表示 日本将在年底前修订国家安保战略等三份文书 预计文书中将首次记载日本要拥有反击能力 这将是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转折 凤凰威视林淼 蒋文斌 日本东京报道 根据德国媒体报道 一宗开比水门事件的非法监听丑闻正在欧洲发酵 而目前已经有14个欧盟成员国卷入其中 这对于欧洲的民主构成严重威胁 而当下调查所揭露的情况或许只是病神已久 德国世界报日前刊文指出 欧洲议会本周举行听证会 继续调查欧盟内部涉嫌使用间谍软件 非法监听政府官员 记者和普通公民的手机通讯 报告草案显示 包括西班牙 波兰 德国 希腊 匈牙利在内的14个成员国 均有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 这一丑闻被调查委员会称为欧洲水门事件 今年4月 欧洲议会成立调查委员会 专门调查欧盟日益猖獗的非法窃听 据悉 嫌疑国大多使用一款名为非马的间谍软件 它由以色列网络情报公司NSO研发 主要买家为政府及富豪 曾被报用于监控全球5万多名政要 负责撰写调查报告的荷兰欧洲议会议员 英特威警告说 滥用间谍软件已不再是孤立的案件 而变成了一个系统的欧洲问题 这对整个欧洲大陆的民主构成严重威胁 国家的安全性负责变成了一个地方 最终版调查报告 预计于明年春天提交欧洲议会表决 分析人士指出 欧盟不太可能出台相关限制措施 因为具有决定权的成员国 会拒绝此类监督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切斯特 举行的补选州 反对党施尔富德 以大比分领先保守党 再次拿下一席 甚至有选情分析专家认为 如果眼下举行大选 保守党是笃定会惨败 而当地的舆论认为 这次的选举结果也从侧面反映出 民众对于苏纳克领导的 保守党政府是否满意 另外有保守党议员认为 苏纳克能否处理好眼下的 民生危机以及经济衰退 关乎到了保守党 在下一届大选中的命运 英国反对党工党前议员马森 因不当性行为曝光之后 辞去议员之职 他所属的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 切斯特选区也随即展开补选 当地舆论将其视为 是苏纳克出任英国首相之后的 首次民意考验 2号公布的投票结果显示 曾担任柴俊西部和切斯特议员的 迪克森获得了61.2%的选票 成为了历史上切斯特选区的 第三位工党议员 另外约有14%早前支持 保守党的民众转向了工党 创下了自1832年以来 保守党在切斯特选区的最差纪录 工党二把手雷纳认为保守党执政12年 引赞英国民众不仅面临生活成本危机 高利率也迫使他们无力偿还 抵押贷款或是房租 切斯特选民及其需要改变现状的想法 在权盈范围内也都有体现 在博选惨白之后 来自英格兰北部红墙席位中的 保守党议员 对下次大选的前景感到更加沮丧 有议员表示 这对保守党和苏纳克来说 不仅仅只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更像是一场灾难 给唐宁街敲响了警钟 苏纳克只有尽快处理好 经济和民生问题 保守党才有转机 而在同一天 苏纳克的党内盟友 前内政大陈甲维德 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自己 不会参加下一届的大选 引发外界诸多猜测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英格兰还有三个选区将引来补选 工党党魁斯塔莫表示 会乘胜追击 要求提前举行大选 希望大比分提高投票率 推动保守党下台 凤凰卫视 许亮吴洛明 伦敦报道 在下节新闻当中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 在香港展开一连三场宣讲 中国专家表示 老人接种新冠疫苗 死亡风险降低九倍 欢迎回来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 二号下午抵达香港 展开一连三场宣讲活动 二号晚上举行的首场宣讲会 面向中央驻港机构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审承要求表示 中国共产党透过自我革命 跳出智乱兴衰历史周期律 而面对美国对中国肆意打压 必须要丢掉幻想 坚持斗争精神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 二号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首场宣讲会面向中央驻港机构 主要驻港中资企业干部和员工 大约五百多人参加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圈耀 向参加者详细讲解了二十大报告 沈圈耀引述报告指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 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他表示大党的难题 在于统一思想和行动 而党的建设就找到 自我革命这个方法 来跳出自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 自己革自己的命 自我革命 刀刃向内 大家想想还是很不容易的 我也没有什么印象 世界上有什么党敢这样说 自我革命 外部监督 内部自我革命 那馆党治党的自我革命 那十八大以来 大家看一看 大大小小的事例 都发生在我们身边 沈村耀也表示 西方对中国产生焦虑 是因为中国创造出 一种有别于西方发展的模式 西方神话被中国道路打破 从而产生恐惧 沈村耀特别提到 二十大报告有多处 强调需要发扬斗争精神 现在呢 美国视我们为主要的 战略竞争对手 更加肆意 无蛋的 肆无忌惮的 对我进行全领域打压 全球性围堵 用渗透 制裁 断供 脱钩 抹黑等各种手段 打压我们 大家在香港工作 应该有切身体会 历史反复证明 以斗争求安全 则安全存 以妥协求安全 则安全亡 以斗争谋发展 则发展新 以妥协谋发展 则发展衰 然而我们必须 丢掉一切幻想 坚持底线思维 香港中联办主任 骆惠宁表示 中央宣讲团 来香港宣讲 充分体现了中央 对香港一国两制 事业的高度重视 对中央驻港机构 中资企业的亲切关怀 沈村耀二号下午 从澳门来到香港 二号晚上 就在香港会展 为中央驻港机构 以及中资企业 就着这份报告 做二十大精神的分享 而三号早上和下午 就分别为香港 特区政府管制团队 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做二十大精神的宣讲 凤凰卫视 显至香港报道 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 今天继续在香港开展 二十大精神宣讲 最新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给目前 正在现场的记者 王金璐为我们报道 金璐中午好 亚千中午好 好 金璐目前已在现场 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 与我们分享的 好的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的 中央宣讲团呢 是昨天下午抵达香港的 展开三场的宣讲会 那么昨天晚上的首场呢 是面向中央驻港机构 以及中资企业代表 进行的二十大精神分享 而在今天上午 以及今天下午 则是分别面向 香港特区政府的管制团队 以及香港社会各界 召开了这样一个二十大分享会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 沈春耀就强调说 要深刻领会把握 二十大的主题和主要成果 以二十大精神为之业 不断开拓香港工作的新局面 而我手中呢 也有一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他表示说 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这份报告中呢 一共有十五个章节 从不同角度出发 可谓是内容详实 而另外一份呢 则是由香港特区政府 所制作的一个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的 这样一个小册子 在这个连夜的册子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重要的这个内容呢 已经用红色粗体标出了 像是一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国原则欲坚固 两制优势欲彰显 只有维护和落实好 中央全面管制权 特别协助区的高度自治权 才能正确和有效形式 那么今天下午面向香港社会各界的 这样一个宣讲会呢 就将从三点正式开始 感兴趣的市民呢 就可以登陆这个香港特区行政区的 一个网页 以及社交媒体平台 观看直播 那特区政府发言人呢 早前也表示说啊 中央宣讲团来到香港 机会属实难得 要大家把握好这个机会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掌握到的相关情况 下面先把时间交换给亚倩 好的 谢谢金路带给我们来自现场的观察和报道 十年奋进 十年发展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 书写与汇救了非凡十年的壮丽书卷 由紫金文化集团主办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 紫金杂志社 大同出版传媒承办的非凡十年 海外和港澳专家看中国新书发布会 2号下午在香港举行 本书通过18位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 专家学者的真知卓见 帮助海外的华文读者更全面了解 中国非凡十年及其背后的故事 由紫金文化集团旗下的紫金杂志社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 三联书店 大同出版传媒 共同编辑出版的 非凡十年 海外和港澳专家看中国新书发布会 2号举行 本书历时近一年的策划及组稿 共邀请到18位来自不同国家地区 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 郑耀从全球视野对中国十年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解读和多角度评价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20大报告有关香港内容是特区政府施政的行动指南 香港贯彻好20大精神并不止于20大报告中有关香港的内容 也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国家在过去十年取得非凡的成就 我们身为中国人既感到务比自豪 也甚至责任重大 自豪的是香港迎来与祖国薛埋相连 休妻与共 而责任重大就在于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 坚负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责任 这也是一国两制开创性事业方针的最高原则 紫禁文化集团总经理文宏武在致辞中表示 本书从全球视野对中国十年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解读 也为学习二十大精神提供了全新视角 有助港澳及内地读者更进一步理解中国十年发展成就 二十大报告还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因此我们在香港举办的百年大党国际学术研讨会 和以一国两制的成就与展望为主题的 紫禁文化国际论坛 两项重要学术活动的基础上 约请18位海外和港澳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 从国际视角对中国的发展 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中国是现代化道路等做深入的解读 为学习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精神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发布会上兰桂坊集团主席 盛志文代表作者进行视频发言 并表示过去十年对中国而言意义非凡 中国在扶贫基础设施建设 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领域 均取得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 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相信中国会继续发展壮大 成为领先世界的国家 其后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紫禁文化集团总经理文宏武 分别向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 以及香港青年联会赠书 非凡十年海外和港澳专家 看中国艺书繁体版 由香港三联书店在香港出版 简体版由紫禁文化集团 设在内地的出版机构 大同出版传媒 在内地同步出版发行 凤凰卫视季思青香港报道 正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 亚洲建立举重锦标赛中 香港运动员夺得金牌 然而大会在颁奖环节 拨国歌时出错 香港运动员以梯子手势叫停 香港特区政府对主办机构 在拨谷歌时出错 表示反对和强烈不满 但肯定香港代表 当场维护国家钻研的表现 当局已经要求 港协级奥委会 严肃更新时间 正在迪拜举行的 亚洲经典建立锦标赛 举重比赛中 香港选手连伟珍 在女子所有年龄组别 及体重级别47公斤赛事中 夺得冠军 而在颁奖礼奏国歌环节 大会却播放和黑豹 和港独有关的反修例歌曲 歌曲播放了约15秒 连伟珍展示梯子手势 示意叫停 大会约一分半后 改播放正确国歌 针对近期多场 国际性橄榄球赛事中 在香港队参赛时 连续出现主办方 播错国歌 或国歌名称出错事件 港协级奥委会早前已发出 参与国际体育赛事期间 处理播放国歌 和升卦曲奇的指引 而针对这次事件 港协级奥委会发声明表示 已与香港举重建立总会 取得联系 得知总会在今年10月28日 出发比赛前 已取得了富有正确国歌 和曲奇的工具包 代网比赛使用 并主动联络了 相关国际单项运动联会 及亚洲单项运动联会 提供了正确版本的国歌 及曲奇的规格 当前 港协已责承香港举重建立总会 向主办机构及亚洲建立联会 详细调查出错原因 并提交报告 凤卫视 吴星纯 香港报道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中国航天员陈组 2号完成首次载轨交接 神州14号航天员陈组 将于4号返回东风卓渡厂 经过近三天的共同生活工作 我们神州14号任务成组 已将空间站所有工作 交接完毕 我代表3号15号 已经过确认 可以签字 就要分离 我们即将完成神州14号任务 现在我将空间站钥匙 交给你们 预祝你们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谢谢你们 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 2号临时至24时 内地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为3933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则有29,085例 新增重症的病例则有10例 而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在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当中 广东市占了1666例 北京则有703例 重庆205例 四川 山西 黑龙江等其他25个省区市 分别有不超过200例新增本土确诊 在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当中 本土市达到28,894例 其中重庆市占有5640例 广东市5053例 山西则是3191例 北京则是2610例 四川 云南 陕西等其他28个省区市 分别则有不超过1000例的本土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当日无新增疑似病例 也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为了加快推进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近日则是印发了 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 有疫苗研发专家就表示 老年人接种疫苗 能够极大的降低感染新冠后的死亡风险 而在当前节点 加快推进老年人的疫苗接种 也是为了把优化防控策略的主动权 牢牢抓在手中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科研公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 郑中伟指出 若80岁以上的老年人打起三剂疫苗 感染新冠后的死亡风险 能从一针不打的14.7%下降至1.5% 下降了9.3倍 不过截至目前 60岁以上人群疫苗第一剂接种率 虽已超过90% 但仍有2800万人尚未接种第一剂疫苗 郑中伟表示 从全球范围看 中国新冠疫苗对老年人而言非常安全 老年人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甚至还略低于年轻人 我们国家目前已经接种了34亿剂次 这是在国内的 在国外我们已经提供了20多亿剂次 新冠病毒疫苗的安全性 和我们常年接种的其他疫苗的安全性是相当的 那么目前全球我们不完全统计 60岁以上的人群 接种中国的新冠病毒疫苗 已经超过了10亿剂次 今年来中国多地爆发疫情 有一些老年人认为 待在家里不出门就没有感染风险 郑中伟表示 如今大量感染者表现为无症状 无症状感染者难以被快速发现检测出来 若他们与老人接触 势必会增加老人感染的风险 因此不出门便无法感染的观点 非常错误 不可取 针对另一种观点提出 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主要是因为有基础病 和新冠本身没有太大关系 郑中伟就表示 若是不接种疫苗 却是抗体 那么会加重或者诱发基础疾病的发生 造成更大的伤害 凤凰一事 综合报道 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美国总统拜登在2号签署决议 将实施一项铁路老公协议 避免铁路工人发起罢工 总统拜登2号在白宫罗斯福会议室签署决议 实施一项铁路劳工协议 避免全美铁路工人在下周发起大罢工 拜登签署的决议 在本周由国会参众两院相继通过 将要求铁路公司及员工等相关方 接受一项劳工协议 这份协议规定 铁路工人将在5年间获得加薪24% 平均可收取1万1千美元的奖金 并将代薪假期福利增加到3天 不过协议并不包含铁路工会 所要求的7天代薪并假福利 有关决议在闯过众议院后 并没有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的支持票 因此无法被纳入协议 虽然拜登将自己称为最支持工会的总统 但他在周五当天也承认 协议中并不包含带薪并假福利 凤凰卫视陈立南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在工会号周下 法国铁路公司2号至4号是再次发起了大罢工 法国高速列车和沉寂列车交通严重中断 民众出行受到严重的影响 此次工会呼吁罢工 诉求是提高工资 以应对通货膨胀 并改善工作条件和增加招聘岗位 Aujourd'hui les revendications des contrôleurs au niveau national elles sont simples une meilleure reconnaissance des spécificités de leur métier une reconnaissance pérenne de la pénibilité de leur métier Aujourd'hui un contrôleur il est seul à bord de son train quel que soit son train dans la plupart des cas il a à gérer des missions de sécurité des missions de sûreté du service de la sauvegarde des recettes informations voyageurs gérer les conflits les dysfonctionnements les situations perturbées 在一天,我们加上一天,我们加上一天,我们加上一天 在一刻,他们说停 这不是一个财务,是一个财务的经济 的经济发展,在一天,当控制的职业来到职业 他们的职业没有必须被与着这个职业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管理层将于12月7日与工会开展年度公司谈判 如果谈判无法达成一致,届时法国总工会 铁路团结工会和法国工人民主联盟将再次呼吁发起联合罢工 可能会影响到法国圣诞节和新年假期的铁路交通 包围市李文威,江欣,法国巴黎巴党 2022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 H组的韩国在商庭捕食进球以2比1反胜葡萄牙 晋级16强,这在G组,巴西与瑞士以小组首次名出现 H组最后一轮比赛,葡萄牙在开赛5分钟 由奥尔塔掀开记录,令红色球衣的韩国陷于被动 不过,第27分钟,金英权在一次脚球进攻中为韩国颁平比分 到了下半场商庭捕食,韩国打反击 孙兴敏妙传黄西灿破门 最终韩国以2比1反胜葡萄牙,以小组次名晋级 葡萄牙仍然保住首名出现 另一场,潜蓝色球衣的乌拉圭凭借德阿拉斯凯塔在上半场打进两球 以2比0击败加纳 乌拉圭与韩国同得4分,进胜球也相同 但因为进球比韩国少两个,被挤到小组第三名出局 而G组的最后一轮比赛,蓝色球衣的巴西轮换了部分主力球员 面对喀麦隆,依然占据上风 但喀麦隆凭借阿布巴卡尔在下半场商庭捕食的进球 以1比0爆冷击败巴西 不过巴西仍以小组守名出现 另一场,白色球衣的瑞士对阵萨尔维亚上演进球大战 瑞士在上半场和塞尔维亚以2比2打成平手 下半场开赛三分钟 瑞士一次精彩的配合,由弗鲁勒破门 瑞士最终以3比2击败塞尔维亚 与巴西同得6分,以小组赐名晋级 凤凰卫视最后报道 感谢你大臣凤凰武剑专利,我是丽雅倾,我们再会